警方來到五星級飯店樓下 鎖定一名外型亮眼的女子 將她帶上樓到房內搜索 因為這名女子和她的丈夫 竟是國內最大黃牛網站的負責人 近期周杰倫演唱會門票 一票難求 黃牛票甚至炒到一張三十萬 警方調查發現黃牛集團管理的 賴群帳號擁有超過五萬名粉絲 由祖賢四十三歲的流星男子經營 還在各大通訊平台大量發送廣告 招攬黃牛票代購生意 近期更似大事宣傳 保證預售周杰倫 臺北大巨蛋演唱會黃牛票 警方出國目前已經有超過百人 付款代購黃牛票 帶你來聽警方最新說法 那我們發現這個不法集團 至少有上百組 上百組的客人預付 代購的價格來購買黃牛票 那經查獲的犯險兩人 我們將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刑法違照文書等罪前 以請臺北地檢署來虛情偵辦 這個黃牛票粉絲團 擁有超過五萬名粉絲 不只周杰倫受害 連IU 蔡依林 張惠妹等知名藝人演唱會 也都遭到侵害 嫌犯疑似使用大量假帳號 以城市等不法方式進行搶票 線上付款後到各大通訊 社群平臺兜售 目前警方已經將相關人員移送法辦 也將持續追查